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3月23日 首先這裡是社長 李敏 網友 大家早晨 紐西蘭的熱得太陽 大家好 和我家山山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礦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去年的年尾12月30日 杜先生很高興地跟全世界說 中國和歐盟經過七年的談判 終於達成了中歐投資協定的項目 當時所有人都很高興 不過我們當時已經說了 不是那麼容易的 很多暗湧 因為這份是要經歐洲議會通過 而歐洲議會是會有 他們是說一定要和港民主、人權 這些國家才可以做生意 這個 所以是會有很多人 會借新疆和香港的形勢 來搞局 我們都提過 現在真是忠忠忠有忠了 為什麼呢?因為在3月17日 歐盟已經說是會借新疆這件事 來對中國進行制裁 中方當時已經說 希望你們不要一意孤狂 如果不是會反制 結果在我們錄的時間 之前幾個小時 歐盟就說了 是會對中國 四位涉疆的官員進行制裁 以及一個機構 都是一樣的 那四位官員分別就是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人大常委前副主任 朱凱倫 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黨委書記 王君正 新疆黨委常委 王明山 以及最後一位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疆公安廳廳長 陳國明 而被制裁的機構就是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農 四位官員一個機構 而同時間 另外還有幾個國家 同樣被進行制裁 第一個就是緬甸 牽涉入政變的11位官員 以及俄羅斯、朝鮮、利比亞、南蘇丹 都有機構和人權 以同樣侵犯人權為理由被制裁 而中方也都是 立刻進行反制的 就說要制裁10位人士 以及歐盟的4個機構 10位人士就是 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 是第一個機構 第二個機構就是 歐洲議會人權分委會 德國卡托中國研究中心 丹麥民主聯盟基金會 四個機構被制裁 而10位人士分別是 歐洲議會議員 波蒂科匪爾 蓋勒格魯克斯曼 富楚克萊克斯曼 然後還有荷蘭議會議員 謝爾茨馬 比利時議會議員 科格拉提 立陶宛議會議員 薩卡利埃內 以及大家都知道 很著名的藝學者 一個鬼佬 一個德國人 騙人 就改個中文名 滿口謊言的 鄭國恩 以及一位瑞典學者 葉必揚 這位葉必揚 跟鄭國恩一樣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瑞典人 改個中文名 是大力推動這個 孔子學卷被關閉的 大家怎麼看呢 現在直接是 抹面抹到這個地步了 歐洲議會議員都被制裁 如果這樣 是不是對中歐投資協定 有很大的影響呢 我認為是會的 對於通過這個協定 就是在歐洲議會通過這個協定 是突然間多了很多變數 而且這個協定是談了很久的 就是可以促進大家雙方的經濟往來 但是目前 以現在這個政治氣氛來看 通過的機會就變少了 但是不是說是有風險的 但是不是說真的沒有機會通過的 因為事實上 歐洲是很需要的 開拓一個新的市場 有新的機遇在這裡 經濟發展 是我認為 對歐洲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不是 就會被英國拿走了 因為英國也很想和中國發展 雖然英國也是加入制裁這樣 加入制裁 但是其實大家都是很想要 很想獲得這個機會的 就是這個能夠可以在 經濟上有更加緊密的合作 那這個問題就是來了 究竟你要經濟發展 還是要意識形態呢 所以這個是 都是一個挺大的變數 我認為是 台洋剛才說了 但是我和台洋的看法就完全不同 我認為現在 向一條非常惡劣的路下 而且這條不生路 歐洲是不會掉頭的 沒錯 他們是要 外人去投資 或者外人去做一些生意 但是呢 看來現在那個情況 他們是會犧牲某些經濟利益 以圖換取之後更大的經濟利益 就是現在他們 我認為歐洲現在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歐洲覺得中國是一定會貴的 所以它才這麼強硬 就弄了一個制裁清單 就是歐盟的制裁清單 但是要看一件事 就是有關新疆的東西 其實美國一早已經制裁了 而且現在這個歐盟的清單 和美國的制裁清單 就不是完全重疊的 就是這件事很重要 在肥佩奧下台前一天 發表了一個聲明 肥佩奧就說 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 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那根基的就是 2月的時候荷蘭 和加拿大的議會 就通過動議 認定中國當局在新疆 壓迫少數族群的做法 是種族滅絕 如果在議會已經出了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之後你要再推向這個制裁 就是歐盟現在做了的事情 歐盟做了一個制裁的問題 其實上個星期 歐盟每一個成員國 在布魯塞爾的大使 都已經就中國在新疆踐踏人權 啟動制裁機制 達成了一致的意見了 就是現在是跟著日程去做 就是今天出的事情 當時有什麽人幫忙 幫中國忙 你們看一下 就是討論的過程裏面 匈牙利就表示投這個否決票 德國外長馬斯 在星期一的時候 就表明了立場 即是16日 不是昨天的星期一 他就說通過人權制裁 這件事 我們創造了懲罰侵犯人權行為的機制 我們是會利用這個機制去制裁中國的 這一套機制其實就是去年年底才出來的 其實針對歐盟制出這個制裁 外交部其實早前已經發出了警告的了 它說將對任何制裁新疆行為給予堅決回擊 中國駐歐盟市團 張明上個禮拜已經說了 張明團長 中國反對干涉別國內政 反對制裁 反對紅毛根據的指責 我們希望對華 而不是對抗 我們希望歐盟三思而行 但是歐盟就沒有三思而行 這件事很明確的 這次歐盟除了制裁中國之外 還有制裁其他地方 先講講清單 緬甸朝鮮、俄羅斯、利比亞、克納特里亞和南蘇丹 現在那個實際的情況都幾嚴重的 我認為那個簽了那個中歐投資協定 其實是會暫停的 我的看法是 因為你沒有可能 只是制裁歐洲就算的 這件事 因為歐洲在中國拿到的利益 對比在中國在歐洲拿到的利益 歐洲拿到的利益是大很多的 就是你沒有理由現在制裁就算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中國制裁就制裁 那張清單是比歐盟長的 要記住 因為除了剛才那些自然人之外 嘉燦就整個自然人清單 還有就制裁了幾個機構的中國是 就是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 歐洲議會人權分委會 Sub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of the EU Parliament 接著就是德國默卡托中國研究中心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接著就是丹麥民主聯盟基金會 The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 in Denmark 和這幾個組織有關的人員和家屬 都會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而和它有關的關聯企業機構 都已經被限制和中國進行來往 中歐投資協定沒有那麼快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搞得到 其實歐盟在2020年的3月25日 通過了歐洲行動的計劃 叫做2020-2024人權民主計劃 他說我們是會堅守一個承諾 就是推進人類的普遍價值觀 尊重人類尊嚴自由 民主平等法治人權 將繼續是歐盟內部和外部的基本政策 這些是沒面說話來的 你說真的這麼關注嗎? 就是他無論你怎麼說 就是我是這樣看 他歐盟他一制出 以免大旗裡面的宜中派等等 就會用這個作為講的了 因為我很記得肥佩奧他去了歐盟之後 他第一次去完歐盟 就是若干之前去完歐盟他講了一句 其實很多人都是同意我們所講 是中國搞出十九的 這個肥佩奧講 要中國搞數 他們不會講出口這個是真理由 但是用新疆這個理由去做 是一個最好的理由 心底裡都是非常之反華的 一幫人一幫保守勢力在後面 不停的病毒的議題不行 就試試第二個議題 新疆現在好像幾點 那就繼續推 新疆這個議題 剛才說英國會洩位 其實我覺得很難 英國為什麼說他洩不到位呢 就是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英國就是打喉舌的 英國它最強的其實就是卑卑斯 所以它是打喉舌的 你有沒有理由 就是和歐盟有矛盾 但是 將著數給BNO組國呢 就沒有可能的 現在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某程度上圍堵中國的包圍圈 已經形成了 就是他們現在想著要關門打狗的 不過呢 就是中國就不是喪家之權 這個就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日本人如果被這樣圍繳 就要跪下了 那中國現在很明確的態度就是不跪 而西方他們那個想法就是 你一定要跪 那如果大家都不跪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就要自強不息才行 這個就是現實 那究竟大家準備好沒有呢 那我覺得很多人都沒有準備好 因為 拜登那邊呢 會不會鬆口呢 現在好看一件事 就是看一下他們國內那個民意 和出來搞局的人 究竟搞不搞得起 現在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阿特特朗普又出來搞局 其實肥沛奧都在蠢蠢欲動 肥沛奧呢 就 罕有地接受了大紀院的訪問 之前他就不會去大紀院的 那他 接受了大紀院的訪問了 那接受這個大紀院的訪問之後會怎樣呢 老老實實 不知道 他說呢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借現在那個國務卿的 他就說這個國務卿是廢的 那究竟他吹不吹得起這個曲譜呢 吹不吹得起這個吊子呢 不知道 現在要看一下 再看一下他們那個愚情是怎樣的 但是呢 就是這次 美國看起來對中國還是很強硬呢 其實是甚得民心的 就是在美國來說 只是有少數的人 就去跟這個拜登說 你嘴炮打夠了 現在 有其他人呢 就出來說 這次呢 其實拜登是不夠強硬的 要再強硬些 那所以 如果愚情是這樣的話 你說之後會怎樣呢 是要密切關注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 要完全悲觀預測呢 就不是 就是好像台仰那樣 台仰都算是 樂觀了一點點 我覺得 那麼大家看一下 那個實際情況出來會是怎樣的 因為我就 我就變得很不樂觀了 現在那個形勢 好像歐盟和美國 現在他們兩邊做的事情 開始同步 一同步的話呢 中國要買時間 好好發展自己呢 就要保持低調才行 就是第一時間回應這些事情 是要做的 因為這些牽涉到國家的體面問題 但是之後 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就要國家想一想 因為現在 如果以中國的力量呢 面對多方面的 不友好力量呢 其實是很難搞的 還有香港那個議題 又會發出來的 因為香港那個選舉那個 做法會改變的 那麼香港選舉做法會改變呢 也都會 惹到一幫人出來 有動作的 嗯 當然 香港有 你先說 我見到香港有幫人 在英國 開聲 外相 那個外相 南韜文開聲的時候 走去他的推特 那裏 那裏 我看見我都 心都寒一寒 你不是啊 還貼了出來 好像很高興 嘩 我很中軍愛國 我很愛國 好像放死人 不知道這樣 這件事 這件事是 Twitter是一個 一個很令人惹火的平台 是 也都是因為這樣 很多時候 有些中國的外交官 在上面玩 玩得有時候 可能是過火了一些 有位香港網紅做了這件事 有個香港網紅做了這件事 去了南韜文的 有個香港網紅 有個香港網紅 是 F了它 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差的 因為現在那個局面 是很困難的 你看到的 當然有些人說 你這麼悲觀 哪裏困難 我們左右開工 打得非常治愈 實際上 你讀一下自己的經濟力量 如果你只是對付一邊的 我都覺得你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 多方面這樣給壓力你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呢 其實現在就很困難的 沒錯 局面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好 有日本 有印度 整個歐洲 整個北美洲 還有澳洲 可能就算了這個新西蘭 加起來這些 整個範圍 整個勢力範圍 都是威脅 對中國不友善 以目前來看的就是 而且美國 它調整了川普那種做法 它第一樣調整 就是調整川普那種 挫爆一些盟友的做法 現在你糾纏一幫小弟去欺負人 就是這種操作 它們是會團結一致的 你能不能夠將它們這個聯盟打散呢 現在看起來很困難 當然不是做不到 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說 就是用民間民粹的力量去做 應該是行不通的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有些人覺得民粹可用 你在一個國內的層面就是 但是你在一個國際層面 你民粹只會被對家利用到 來再攻擊你 是 現在這個情況是很困難的 看到就是 但是沒有辦法了 困難都要頂下去了 現在這樣的情況有 那希望 能夠爭取這一場 因為 有些什麼事 大家都是不好的 還有現在這樣對抗 其實對雙方都是無理的 就是我們都是講回這件事情 那當然了 就是我們由始至終 都認為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是這件事情真的太少人講 就是現在外媒講 就是新近又講些什麼呢 就是新近又講 胡總在外邊怎麼抹擦人 很難搞的 現在你看到就是 就是某程度上還要是 要妖魔化你整個唐人的社群 在外邊還要是 那這種情況呢 其實過去幾十年都沒有見過 沒有 過去開國之後第一次見 老實說 就算 就是這樣說 就算是 建國初期都沒有試過這樣 就是你始終都有一方 會對你友好的 其實就是 那你現在會不會 和俄羅斯那些 一起制裁的那些普團呢 緬甸 朝鮮 利比亞 鴨立 特里亞 南蘇丹那些普團呢 那些普團呢 那些普團那些又是死的 那些全部窮國來的 所以現在面對著那個實際的問題很困難 比想像中困難得太多了 那現在過癮了就算了 就是我們都說 大家留意這個 人民日報 就是有些違反了常規的 現在它那個報道是 就是 當然了 楊潔篪說的那些事情很解氣 但是解氣了一天呢 就停不了了 那些報道基本上是 就很冒實的 但是現在民間呢 就停不了下來 就是尤其是淘寶的那些商家 就那句說話呢 就印了T恤啊 手機殼啊 碟啊 那些什麼都有了 現在杯啊那些 什麼都有 那 你挑動了民粹一下之後 現在你要按下 看來就不多容易了 那你之後要怎樣再做下去呢 要轉身也都困難了 現在 就是如果你要在某些情況下讓利的話 民間會怎樣呢 現在是困難的了 所以怎樣搞都是困難的了 我們就 都是講回那樣東西了 就是支持中央的任何決定 去搞定這件事 那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